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 就是前段时间我被买了我们咖啡的客人给拉黑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客人他买了我们的蓝山的SOE的咖啡豆 他不管怎么样做都觉得很酸很酸很难喝 那么我在收到这个反馈了之后 我就第一时间的赶紧拿出来了我们自己流样的样豆 来去做测试来测这个味道 杯测的时候我还是依然觉得我们的豆子它喝起来很顺滑 甜很突出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喝 但是他又按照我给他的一些建议又做了一次 觉得还是达不到自己预期的味道 还是觉得太酸 说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豆子不酸的在买的 于是想要退款 我就回复说我们这个咖啡豆开过封的之后 我们就不能退款 没有开封的 我是可以退款的 他不太满意 于是乎就发起了投诉 接下来就把我们拉黑了 那作为一个咖啡品名的创始人来说 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感觉不大不小 但是今天我其实不是想讨论这个事情的本身 而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咖啡才是一杯好的咖啡 我记得去年在苏黎世的时候 在MIMA这家店的门口 我看到这么一句话 当时我就觉得挺有道理 于是我就特意的拍了一张照片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你喜欢的咖啡就是好的咖啡 我非常认同他这句话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咖啡才是一杯好的咖啡 这个问题就更加具体了 那至少在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就有的人喜欢酸 有的人喜欢苦 有的人喜欢素容 有的人喜欢意识 也有人喜欢加糖等等 就是单单是我身边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 喜欢的咖啡也都不一样 我就会陷入思考就是作为一个咖啡人 如果我连自己身边的人对于咖啡的喜好都了解的不清楚 那又怎么可能了解我们品牌的一些受众的爱好者 那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菜 于是我就把喝咖啡的人群以及不同的咖啡场景做了一个分类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人群和场景对于咖啡的喜好和评判 就是它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首先呢我就是先聊一聊素容咖啡的人群 因为素容咖啡呢它的便捷性没有特别的场景的要求 那这部分的人群呢占据了咖啡消费群体绝大部分 就传统的素容的三合一 冻干素容 冻干集容等等 可以说呢就是素容咖啡消费的群体去就非常简单直接 就用简单的方式来获得一杯咖啡饮 那这类人群呢需求的更多的是咖啡饮 咖啡的香气啊或者是风味啊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不酸就好 越苦他们就觉得越香 那素容咖啡的受众呢非常的广义 至于就是它不能用是一个群体来称呼 因为很可能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里的厨房的厨窗里边放的就是素容咖啡 那我经常呢在外边住airbnb 我就发现有很多国外的他们的airbnb的厨房里边 就会特意的放那么一大袋的素容咖啡 就你想喝的话就瓦个两勺 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了 他们也并没有用什么咖啡机啊或者手冲咖啡啊 反倒是就是放这种素容咖啡的 或者是磨好的咖啡粉的比例的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呢素容咖啡出现的场景是非常的大众化的 像家庭的厨房办公室酒店飞机上开车司机的这个保温瓶里边 等等各种各样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场景 那么素容咖啡到底是不是好咖啡 就是我前几天去曼谷出差在酒店里边吃早饭的时候 他的早餐区就放了一台小机器 那个机器里边就放一个咖啡进去 然后很快就能接出来一杯素容咖啡 那我觉得当时在这种场景下吃早饭的时间 很快的能喝到一杯咖啡 然后能够满足我当时想要摄取咖啡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我认为当时那个节点下呢他就是一杯好的咖啡 所以说呢我是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那另外呢还有近几年慢慢流行起来的咖啡液 那咖啡液它的方便性其实能够和素容咖啡媲美 就是携带方便制作方便 甚至你都不需要用热水融化的 通常喝咖啡液的人都是基于对素容咖啡口味满足不了它的需求 所以说呢就想要换成咖啡液 那于是呢大家会发现近两年的咖啡液真的是有了非常迅猛的增长 但是呢和咖啡液的人群和素容咖啡的人群场景的重合度非常之高 说完这两种便捷化的咖啡方式之后呢 我们再聊一聊就是稍微需要制作部署的咖啡 就是胶囊咖啡和罐咖啡 和这样种咖啡的呢其实需求已经非常明显了 也就是素容咖啡和咖啡液啊很明显它是属于预制咖啡的范畴了 也就是说是开带及时的 但是那这两种咖啡它很明显不是属于开带及时的 它还是需要经过加工了之后才能喝呢 胶囊挂耳很明显在咖啡的香气以及浓度上面呢就来的更明显 我一直认为很多时候呢就是咖啡的香气要比味道啊 它更加的吸引人 包括食物也是 就比如如果食物失去香气 那么它的口感啊再好 那你吃起来可能也是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 所以说呢胶囊和罐这两种方式 是我认为的是除了咖啡豆之外 你最容易能得到一杯好喝的咖啡的方式了 它容错率高 那如果你会操作开水机 那么你就会操作胶囊机 那如果你会泡泡面 那么你一定就会泡一杯罐咖啡 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出错的环节了 那这两种方式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人群特征了 就是会对咖啡的味道有需求 虽然说可能它们不会讲究太细腻的风味 但是呢对咖啡的这个酸甜苦平衡感 以及这个香气是有明显的一个追求的 那最后呢我再说一说咖啡豆 那咖啡豆的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人群 因为咖啡豆它的一个特殊性 那就导致它没有挂耳和速溶咖啡那么的灵活和方便性 如果你选择了咖啡豆 那么就必须你在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器具来配合它操作 简单的像小几百的手冲壶摩卡壶 你再讲究一点的就是大几千的或者上万的咖啡机 磨豆机加上各种各样配套的配件 所以说在家闲暇的时候呢 你就能摸索着给家人或者朋友做一杯咖啡盒 但是呢在众多的这些咖啡风味中啊 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和味道相差非常大 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香醇厚实感和果调性的咖啡 也有人呢喜欢果酸的茶感呢 甚至有些人喜欢焦苦味的 所以说呢咖啡豆人群 它的口味是很难去做一个统一或者是一个大众的口味的 大家对于咖啡的风味和香气的感知度和感知的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说即便是说你是一只很牛的咖啡豆 那在我们从业者的测试萃取 风味有多么的细腻 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干净 打多高的分 那么总会有人觉得难喝 没有咖啡味 酸 色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这就导致了我们确实是很难在喝咖啡豆的这一类人群中 找到一个所谓大家都统一喜欢的口味 那即便是就像是开头买了我们蓝山咖啡的客人 就是本来蓝山的咖啡豆它就是一个很均衡的 挺大众的 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个味道 同样的豆子在测试的时候呢 那味道和它自己制作之后反馈给我们的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说在咖啡的这个世界里边呢 就真的是会发生 你认为的极好的咖啡 在别人的眼里看来可能是极差的咖啡 既然是这样 那作为烘焙商来说 那我们还有必要做更好的咖啡吗 我的观点是 我们还是要做自己认为的对的咖啡 自己认为的好的咖啡 而且至少是自己每天都喝的咖啡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 牛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做素容的咖啡 为什么不做素容咖啡 因为在我的中国场景里边 我目前还没有喝素容咖啡的习惯 就是做出来那我自己也不喝 那我肯定也买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目前还是以咖啡豆和挂尔为主 那可能在某天我们会再做一些胶囊咖啡也说不定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胶囊咖啡的容速率和方便性还是挺高的 味道也都不错 OK那差不多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些有了没的 就是聊的清不清楚有没有逻辑 我也不太清楚 那这反正就是最近我想说的一些事情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